我們要講的是物質名詞 然後物質名詞呢 我們接下來還會再講到他們的怎麼詢問 就像詢問價錢之類的這種問句 所以第一個物質名詞的量的表示方法 所以第一個呢一期寫上去容器 一期容器呢作為的計量單位 也就是我們中文的什麼量詞嘛 量詞,像一顆、一瓶、一罐、一盒、一箱 這種都是量詞,可以嗎 所以句型呢會有二 或者是數字,因為可能是一箱或者是很多箱 所以有二,或者是二、三以上的 加上容器,那中間這邊要一個off 再加上物質名詞 那什麼是物質名詞,通常就是不可數的 不可數 來,比方,舉例 3 glasses,有沒有看到數字 3 glasses,容器,是glass,是杯 然後呢,它這邊是幾個? 三個,所以後面要加什麼? yes,表示負數 有三杯的什麼of of什麼物質的名詞水 water water,可不可以數?沒有辦法 所以3 glasses of water 那第二個,a bottle of milk 一瓶,所以我們用a a bottle,一瓶 瓶,我們用bottle表示of milk,牛奶 兩碗飯,兩碗 兩碗,兩碗,two 碗呢,bottle 因為有兩個,所以負數要加上s two bowls of rice rice,是米飯 米也是不可數 可以嗎? 來看第二個 以單位量詞表示 表示什麼呢? 因複數的名詞 其數量太多了 而數不清的時候 比方說 noodles 這個noodles 是複數的名詞 可是你一盤麵 那個麵 很多條 你能不能數得清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會用 單位量詞 a plate of plate是盤子 所以一盤 a plate of plate也是容器 a plate of noodles 可以嗎? 來,一包餅乾 餅乾也是可數 但是也是有很多 所以要加is cookies 一包a bag 單位量詞 a bag of cookies 一盒雞蛋 a box of eggs 一盒一盒 一包一盤 餅乾跟餅 ok 接下來第三個 句中 動詞 一計量詞的數變化 什麼意思呢? 我們來看到例子 how much 在背單字的時候 我們有說過 how much 後面加的是什麼? 不可數 對吧? 不可數 所以不可數 所以呢 我們的動詞 有沒有? 他說句中動詞 一計量詞的數變化 a plate of 是幾個? 一盤 那一盤是 一個 對不對? 所以是單數 所以我們要用is 來表示 所以這邊用is 那如果後面是複數的話 我們這邊要用什麼? r ok 那照